三分間一直是工程師比較側躍的環節 星特利 四次入場命中了三分 好像很顏色 這個球真的 哇 四號位置有他 速度就可以打得滿快的 沒錯 這個球最後也彈進去了 又一個三分球 翔森 一個轉身 這球得很輕鬆 有點像是在禮拜六的內翔比賽 在開局的時候命中率非常高 可以有爆量的得分 在這個賽場上呢 有聯盟得分前三名的球員 所以現在命中率看起來是滿高的 沒錯 他目前的三分球投中數四十八個 在聯盟中也是排名第二位 翔森憲得主 看起來現在工程師把整個攻擊的 Possession 節奏也打得相當的快 再飛一個噴射機 第三節比對手少得了九點三 三分 單節的對分 分數的對比 翔森再拉一下 那一邊就乾脆不守了 來到第三次 翔森憲跳的位置太理想了 兩邊都是把節奏帶得非常快 曾祥均 新手端進這兩分 在一開始觀察這個狀況 我覺得以現在勇士隊進攻打得 這麼順暢的情況之下 功能師還能夠把分數算是咬著 所以在第一節 功能師在課場也打出了不錯的內容 對 他連續兩場比賽投進三分 那三分命中率呢有待提升 這個殘酬 是一個創意啊 強身 另外你行員這邊是比較難選的 因為他們的洋將基本上 比較不是那種主宰戰局型的新特利 所以別忘了我啊 剛剛算是勇士送了一個小禮物 拉桿之後 他都進之後 丹姐拿下了七分 這是一個好的現象 因為他已經連續兩場得分各位數 曾祥均 哇大吃小 少傑也算是面對老東家了 球發現了就給強森 然後馬上砍進底角三空 3 8 3 3 3 瑞宇 在交賴婷跟林浩晴爆炎 很多的空檔 看來這個點 不只在進攻單 目前功成師是比較吃虧 在防守單是比較保持 我怕怕你不能放的是的確 因為上面搶他這麼太好了 強身也很會傳球 那加上呢 這個褲子要高得很會走位 蔡婷恩 空中正面打板 球互相的流動是非常快 蔡翔君三分線外大大出手 蔡翔君 這幾場比賽其實喔 對方有時候也會放他頭三分喔 但曾祥君都沒有讓蘇芳迷失望 他今年有三成的三分球命中率 這個回球 超好處 Thank you very much 星期天的勇士 對 而且下半場得到的分數好像 也是 心低喔 來確定是不是球 跟他們到位的 空檔也出來了 蔡婷恩 固點位置秀一個三分 被子必須要想辦法給一些藍光這邊的保護 出線外線沒投進 秦特利再來 終於有了 三個人都守不住長生啊 不服氣的 嗯 等一下 AB不是過來協訪的 時間不多了 再給強森 強森 哇 千萬一個反後 Reverse down 這不是灌籃大賽啊 哇 灌籃大賽剛剛結束了 哇 Chris Johnson 上來之後他的麻煩特別的大 現在手林孟雪 AP很難給強森壓力 得分是各位數 後面竟然沒有任何人寫法 讓鍾線 第二個演武 強森 前面幫張鍾線 後面幫洪凱傑 做了兩次的掩護 這球小黑直接傳到鍾線的手上 鍾線要起飛 喔 碎蓋他一鍋 但是我夢得分啊 強森 掩護完之後呢 落位 被拉開了一截 但今天其實上半場就被拉開了 那被蓋鍋後面還有強森 好 好 好 工程師能否把握這個機會 啊 順一球沒接好 15收場 OK 祥君就對了 祥君向慈行長要一雙鞋 今天這個Johnson的給球 也真的給得很到位 對 前場的快攻 宋宇軒飛升了 祥君蓋他一鍋 兩位洋將都留在後場 施設立 右邊直接上籃 三分線外 Max Secretary Are you kidding me 順一單捷拿下了11分 Max實際的攻擊籃碰 連得了7分 我還是覺得BBA這個規則有點奇怪 當然這次現在是 絕對是符合規則 可是 哇 辛特麗不得了 一發不可收拾了這一截 大家就是專注力拿到場上 辛特麗 再來嗎沒有 槍收哪裡啊 好 好 聲東即西 湘君 兩個假動作還是起來 分數輕鬆拿 然後會穿著這套 讓球迷印象滿深刻的球衣 好 畢變反應比較慢一點 好 現在總手兩分再進去拿下 能夠在場上 得到一些固定上場的時間 然後 得到固定分數的人 好像還真的不多 又是Mike 連得5分 打破聯盟紀錄 比賽要8分多鐘 十分 燕燕秀一個 辛特麗這個球 喘得很有威脅性啊 哇 讓周憲的得分來到雙位數了 沒六指定 這個給球當然 因為近況來講 那個跑籃 現在團隊的分心來到120 簡庭照 還是給了強身 有時候那個 心理壓力會隨著這個表現 並沒有辦法來找到比較好的吉他的時候 越來越大 對 過去這兩個賽季的一些內容 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是有能力做一些事情 對 好 石博恩今天到了 遠屏照 每一個後面的布蘭 最後的比分是 131比101 雙方以30分的差距分出的勝負 恭喜 勇士隊在這場比賽勝利之後呢 農曆過年之後 他們拉出了一波七連勝 好 雙君先恭喜七連勝跟現場 今天Tuesday Best不用耐 現場今天禮拜二還是很多人來現場替勇士加油 先跟現場的球迷們說句話吧 各位現場球迷大家好 恭喜勇士拿下七連勝 好啦 今天比數是一個非常大落差的比賽 先來問一下 今天呢 雙君表現不錯 而且其中還有扣籃的表現 但是呢 相較之下 雙君和扣籃都比較正規一點 有沒有機會練一下花式的一些扣籃的動作呢 再說一次 就是有沒有機會 可以練一些球迷們 有沒有機會可以看一些扣籃動作 是比較特殊的一些動作 掛籃動作 對 沒錯 今天也有一個不錯的動作吧 就 如果有大空檔 就可能還是會嘗試一下 還是會想要嘗試一下 所以現場的球迷們可以稍微的期待一下 那另外呢 其實今天比數比較大 那CJ在這場比賽也有非常多精彩的扣籃表現 讓大家看的是目瞪口呆 有沒有什麼透露一下 CJ平常的扣籃動作 是我們還沒看過的 很多耶 很多喔 他還有360度的 就希望下次他可以在場上使用 然後讓大家看這樣 對 CJ有沒有聽到 希望大家有機會可以看到你的360度扣籃 好 另外講到球隊迎接七連勝 那來聊一下 上下半季 有沒有什麼你覺得比較不一樣 或是改變的地方呢 我覺得主要就是防守吧 因為我們可能上半季防守 比較沒有那麼強悍 然後我們過完年就是 教練也就是跟我們講說 我們防守要開始進入季後賽等級這樣 然後我們就是照著教練的 他講的 然後我們就是進入季後賽等級的防守這樣 好 就是照著許哥的指示啦 一步一步的拿下勝利 還是再度恭喜勇士拿下七連勝 也感謝現場時候球迷 今天進場來幫勇士加油 謝謝翔君